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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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既有历史的厚重 又有古代的传说 还有三千两百年的古怀王 还有我们平良市的有一个柳湖公园 就是左宗棠在平良治郡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这种树 所以我们现在柳湖公园里面 还保存有42棵树 虽然是公园 但是也是一个文物保护的单位 比如说我们平良金川的手工面 包括我们平良的侧螺面 我们的核桃包子 森林资源非常好 我们是甘肃省第一个国家森林城市 森林覆盖率就全市平均达到了33.8% 还有一些线就可以达到60%多 海拔在甘肃省来讲相对还是比较低 年均30年 每年的教育量在530毫米以上 我们是国家去年批复的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 第二个为什么讲养生呢 平良自古 针灸的鼻子黄虎蜜就是在我们灵台 平良历史上它对这个中医 针灸特别重视 甘肃省的唯一的医学院 甘肃医学院 综合性医学院就在我们平良 针灸的专科 按摩 灰拿 这样的专业 还有中药材 因为我们是观山临园地带 中药材也是一个市神区 而且东吴严寒 夏吴酷 我们要打造文娱康养基地 就是把我们的文化 旅游和养生 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们的九大重点产业链 其实真正支撑的我们是 三基地两区建设 那我们的首位产业链 叫煤炭清洁高小令人产业链 那我们也是甘肃省的 农东综合能源基地 平良的煤炭资源特别丰富 我们的储量是650亿冬 碳明的已经是110亿冬 我们去年平良的原煤产量 是2290万冬 占到了甘肃省的将近50% 我们还有丰富的火电资源 我们的火电的装机容量 发电量占到了甘肃省的25% 我们预计到14亩末的时候 我们的煤炭产量可以达到5000万 我们的火电装机容量 可以达到800万千万 稳步扩煤 加快转电 突破化工 突破我们的煤化工产业的布局 平良的工业清除 才会更加稳固 同时我们也要布局新能源 把新能源和我们传统的火电 紧密地结合起来 两区建设 一个是国家精品农业释放区 苹果每年我们的产值 大概是150万亩 大概每年的产量是200多万多 仅苹果的产值已经突破了上百亿了 全产业链了 我们已经超过了200多亿了 它是我们的一张名片 也是我们苹新香葱振兴的 重要的一个产业 平良红牛呢 可以说也是 从2008年开始 就是国家定义上的产业 现在呢 我们的目标是 要把平良红牛打造成中国高档的肉牛 最终的来讲 也就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满受益 真正的把我们国家精品农业示范区的 这个名片做大 从我们党委政府来讲 弘扬正能量 第二个来讲 把我们平良的产业的优势 发展的优势 包括我们老百姓的精神面貌 能宣传出去 更多的要用网络媒体 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是传播员的时代 来打造我们新的制高顶 把宣传的正能量汇聚于人心 凝聚于人心 就是要有前瞻性 预见性 不要有个策划 我想聚明心 首先就看你为老百姓做了什么 必须从老百姓最关注的 最关心的事情来做起 让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 优质均衡的教育 第二个来讲 比如说小学15分钟的教学圈 让老百姓切切实实能够感受到便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